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老婆知道 因为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我老婆最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 加上天气特别炎热 我打算给她做一个小龙虾冰激凌 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我跟她说我要回家剪片子 她完全没有怀疑 我们现在就回家去 上车 到家了 现在去买小龙虾 我一定要在这边买套房 一百多万嘛 奋斗两年就行了 终于到菜场了 大叔我又来了 今天什么价 15 来两斤 大叔正在帮我剪 我今年忘不忘 真乖 OK 谢谢啊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这条路真漂亮 先去超市买点配菜 黄瓜两根 小葱一把 大葱两根 大蒜驼一带 这些应该够了 哦 芹菜 芹菜一颗 帮我撑一下 好多呀 买单 谢谢啊 拜拜 回家洗小龙虾 我这个 这个 它好吃啊 大蒜 黄瓜 芹菜 生姜 已经就绪 起锅烧油 倒入小龙虾 加入蜜汁酱料 酱油 白醋 料酒 食盐 啤酒 想吃的小伙伴 请在公里上输入 想吃 休息一下 让小龙虾再煮一会儿 发现了多么寄生不能有 我的妈呀 小龙虾里面竟然有寄生丛 我绝对不允许宝宝 吃有寄生丛的小龙虾 我得确定一下 怎么办 显微镜 对 用显微镜可以检查出来 静东山 大市场 我们去大市场看一下 到大市场了 下车 我们去找显微镜 你好 请问大市场这边 有没有卖显微镜的 你要问那个 卖微镜的 谢谢啊 往里面去看一下 这边全是卖百货的 再往里面看一下吧 这边都是副食商店啊 找人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显微镜啊 谢谢啊 不知道 你好 啊 不知道 谢谢啊 也不知道 再怎么办呢 你好 请问京东山这边 有没有显微镜啊 没什么 好好 谢谢啊 没有 这么大个大市场 真的没有显微镜卖吗 真的没有吗 我老婆来电话了 喂 亲爱的 伟哥在哪儿啊 可能还是过来 呃 我马上就过来 拜拜 怎么办 时间来不及了 我想到办法 我有一个同学 当老师的 我给雷老师打个电话 哈喽 你们学校 有没有显微镜 帮我借一个 显微镜 好好好 好 出来了 出来了 嗨 给力了 哈哈哈 拜拜 哈哈哈 显微镜拿到手了 各位小伙伴 你们千万不要在评论区告诉我老婆我做的一切 爱你们 初中毕业 我就没用过显微镜 回家试一餐就知道了 花点时间 待会还要去接宝宝 显微镜 是不是很高级 现在我就用这台显微镜 看一下小龙虾里面有没有寄生虫 没问题 安全 可以吃 非常健康 肉质很好 终于全部检查完毕 所有的小龙虾里面都没有发现寄生虫 可以安全使用 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老婆又来电话了 喂 亲爱的 你不用过来接我们了 我们自己回去 哦 好吧 那你们路上小心点 拜拜 他们要回来了 怎么办 不能着急 刚刚翠翠打电话的时候 旁边有很明显的吆喝声 一定是来自于新发广场 而且还有大屏幕里面的声音 这个时候肯定不好打车 而且今天是五一 出来玩的人特别多 更不好打车 翠翠一个人带着宝宝员走不快 所以说 我还有时间 不用担心 现在我们去楼下买模具 哈喽 这边有没有做雪糕的模具啊 在那边是吗 谢谢 在里面 看到了 很可爱啊 那就这个吧 再买两个雪糕 珍稀 香雪 这个来一个 OK 都买齐了 回家 我老婆回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下惨了 我有个办法 让老婆帮我拿快递 喂 亲爱的 你回来帮我拿个快递 再快递超市 谢谢 嗯啊 他们过来了 看不到我 他们过去了 随随随便帮我拿快递去了 赶快回家 快点 回去 快一点啊 他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开始自作小龙虾毕竟 有没有搞错 这模具也太小了吧 怎么办 我还不搞 有办法了 只留下虾尾不就可以了吗 瞧我这篓子 拨虾 小龙虾已经拨好了 把小龙虾装入模具 他们马上就要上来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小星星你们慢一点 最后一步 装入冰淇淋 终于做好了 放到冰箱去 他们回来了 来了来了 你们回来了 玩得愉快吗 愉快 冰淇淋已经冰冻了14个小时 好用啊 亲爱的 小龙虾冰淇淋 那就是说你不能吃了是吗 那就不怪我了 小龙虾冰淇淋 想不想吃啊 不不不 你不能吃 这个太冷了 太难吃了 好难吃 真的太难吃了 哎呀 不好吃